请勿不息 招惹民怨 请勿不息 蓝营议员团结一致站出喊话 要求环保局的新政策喊卡 因为明年3到6月 西区中区将会率先试办 垃圾随带征收 而在试办期间垃圾带不用付费 但是7月份开始 29区同步实施之后 老百姓就得付钱买垃圾带 而政策还没推动 地方民怨四起 他们觉得 我家里垃圾带这么多 你叫我丢垃圾 还要去买你们的垃圾带来丢 那不是抢我的钱吗 所以民意反弹 只有小区域的办理事办 是非常不妥当的 它可能不但没有达到垃圾减量的目的 反而可能造成周边地区 垃圾的脏乱到处乱丢 这个问题会发生 现在随水费用量征收 未来追随北市跟新北市的脚步 垃圾随带征收 环保局表示新政策上路 可以达到公平 以及约制民众制造垃圾量 而台中的专用垃圾带价格 又是优于其他两多 民众的荷包会更省 不会造成负担 背着自来水征收 反正就是化波 比较不痛 那也是应该缴的 而且这样的机制很习惯 用的很习惯 大家都觉得 这习惯就好 实际算起来 比用水带比 比自来水负责还便宜 超会可以便宜 超会四成左右 像我刚才算我家 我两个月被收240块 那我实际假如买带子 我一个礼拜可能用5公升的带子 可能顶多好用三个 两天用一个 一个月用12个 12个2.25块 乘以12也超30块而已 新政策将上路 来与议员一致反对 点出一项就一项的政策疏失 相关的推动细节 还没有正式定案 市长也要求 环保局要听取名义再沟通 让政策的推动 能更尽善尽美 至少点加话 台中采访不到